今天是西伯来利的二月二十九 下个星期天 三月初一新月 我们接下来先做一个迎接新月的祷告 三月的新月是即将来到的第一日 愿给我们带来良善 愿那圣子他的名字可颂赞的 更新他为我们为他所有的选民 以色列全家带来 耶哈得是乎哈得是巴罗呼 阿尼努维护阿摩 贝斯伊斯莱耶尔 生命和平安 祢开阴和祢开门 祢开门和祢开门 喜悦和快乐 祢开门和祢开门 阿们 让我们救赎和安慰 让我们说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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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弟兄姊妹 那么这个星期 我们将开始新的一本书的学习 Torah的第四本书 Sepher Bamidbar 明述祭 每年的明述祭 那么都在七七节前 下个星期五是七七节 下个星期五我们也会有聚会学习 Bamidbar 明述祭 什么叫明述祭 数点人数 对吧 明述祭里边出现了两次的数点人数 那么这个星期开篇告诉我们 以色列人按照十二个支派 一共有多少人 那么圣经给出了相当多的细节 那么在创世纪 Berishit 的开篇 Berishit 以及第二个 Para Shah Para Shah Noya 也列出了 人的名字 所有这些细节 我们有必要知道吗 对不对 为什么圣经这么可贵的篇幅 要腾出那么多的篇幅 来讲人的名字 数点的数字 对不对 那么很显然 这些信息是很重要的 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话题 是关于选民的问题 拣选的问题 那么这个概念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都是相当的混淆 相当的不清晰 对不对 不同的宗教 有不同的领受 不同的专家 学者 牧师 拉比 等等 等等 都有一套 自己的理论 对吧 那么信徒 弄得稀里糊涂的 搞不懂 究竟 怎么回事 对吧 你说看圣经 圣经里边 也不会让你 更加的清晰 因为圣经的设计 就是要让你稀里糊涂 你说什么意思 如果你看圣经 简单字面成 能得出相当清晰的概念 你今天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宗教 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教派 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学说 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理论 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 从圣经的简单字面成 没有清晰度 清晰度从哪里来 隐藏在托拉的奥秘城 神所隐藏的奥秘城 是给那些敬畏他的人 揭开的 对一般的人来说 让你越加的稀里糊涂越好 因为你根本就不追求神的真理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追求神的真理 你必定会认识神的真理 对吧 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那么他的灵感 来自于Runghau Runghau 我们上个星期给大家讲过了 相当有名的一个卡巴拉的大师 他写了一篇相当有名的 Cefer一本书 叫Derek Hashem 神的道路 在Derek Hashem里边 有一个相当简短的篇章 在讲以色列和外邦人的关系 那么这节经文 表面也不叫这节经文 对吧 这个Runghau的领受 从简单字面上看 那么可能会被绝大多数人抛弃 对不对 表面上看会被绝大多数人抛弃 为什么 因为Runghau在这本书里边 他说 神的选民就是以色列 所有的外邦人 要成为神的选民 只有一条路 成为以色列人 但其实 这恰恰是圣经里边 隐藏的奥秘 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给大家分享的 人类的简史 耶和华中了一棵树 那么我们 学习圣经这么久 Torah这么久 应该有一点智慧 什么叫智慧 智慧 就是能够以最浓缩 最高度的 最简 最简洁的言语 概括总结 对吧 所以说我们应该有一点智慧 要不然白学了 那么如果我们要用 最简洁的语言 来描述整个人类历史 创造 创造的目的 生命的价值 等等等等 用三个单词 西伯来文 大家看屏幕 Va-i-tau-a-do-noi-et 耶和华 耶和华 种了一棵树 那么这个灵感来自于 Torah 一点园 那么经文告诉我们 耶和华神 在东方 种植了 在东方的一点 种植了 一个园子 那么我们把原子 改成一棵树 Va-i-tau-a-do-noi-et 耶和华 种了一棵树 对不对 你把这个灵感 抓住了以后 从这三个简单的单词 就引出了我们接下来 给大家的分享 首先 首先我们发现 它的数字 是281 281的镜像素 是182 是雅阁的数字 你说为什么是镜像素 因为在卡巴拉里边 我们知道 人 是一棵树 整个人类的设计 全人类 是一棵树的设计 是倒立过来的 表面上看 我们今天的人类 好像有77个亿 好像很多 对吧 如果你说全人类 从亚当夏娃到今天 有一千个亿 那么所有这些一千个亿 它都有一个根 有一个源头 那么这个根 就是尼赛亚 就是亚当卡巴拉 在灵性 那么这个根 提供了所有的灵魂的养分 这是卡巴拉 那么任何卡巴拉的概念 在物质的世界 都有一个对应 有一个比方 那么就是素 素的养分和营养 来自于素根 但你在外面 你是看不见素根的 你唯一能够看见的是 素干 素枝 树叶 果枝 种枝 你看不到根 正如根 是隐藏在土壤里 那么灵界的源头 弥赛亚 太古人 等等等等 也是隐藏在 灵界 所以说是倒过来的 倒过来的 那么这棵树 的树干 分为三部分 亚伯拉罕 以撒 和雅各 但雅各改名 以色列 所以说我们 在所有的 拉比传统里边 总是提到 三位先父 你看阿弥陀的祷告 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每次要提到 三个名字 这三个名字 是树干的 三部分 那么令人震惊的是 你把耶和华 种了一棵树 把它展开 大家看屏幕 展开以后 数字等于997 正好是亚伯拉罕 以撒 和以色列的数字 阿弥陀 以撒 以撒 997 更令人震惊的是 你去算他的怀孕数 就是997 减去281 等于716 正好是弥赛亚的数字 358 玛西亚 358的两倍 你说为什么是两倍 因为弥赛亚 他既 是所有的灵魂的源头 数根 同时 也是从这个树根 长出来的 这棵树 的一个小枝丫 对吧 你说这是个矛盾的概念 但其实 你从自然界 看树 的生长周期 是相同的道理 是相同的道理 树根 长成树干 树干 长树枝 树枝 长树叶 树叶 长了以后 在树枝上开花 开花以后 结果子 果子 掉到地上以后 腐烂 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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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到土壤里 又长成 一棵新的树 所以说 从自然界 已经给我们 埋下了伏笔 那么 弥赛亚的奥秘 既是树根 又是树枝 正如经上记者说 我是大卫的根 又是他的后裔 启示录 22章16节 那么从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 从卡巴拉的层面 理解 人类的历史 就是神种树的历史 神种植的第一棵树 是亚当 但是亚当 没有结果子 因为他犯罪了 如果亚当当年 没有犯罪 直接进入 新天新地 就没有后来的苦难了 但是亚当犯罪了 没有结果子 凡没有结果子的树 神会将其砍掉 你说我怎么知道 因为洛亚大洪水 淹死了 亚当的 所有的后裔 只剩下 洛亚 一家八口 所以说 洛亚 是重新洗牌 重新开始 对吧 说洛亚是第二棵树 第一棵树已经没有了 那么洛亚生了三个儿子 亚夫 散 和 喊 那么这是 洛亚这棵树的三根树枝 那么你考察三个儿子的树枝 亚非心汉 八百七十八 弥赛亚 展开的树枝 这个以前我们分享过很多次 但是今天我们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洛亚全家 具备 救赎的潜能 当亚当失败了以后 洛亚的全家 具有救赎的可能 那么所以说在大洪水以后 圣经列出了洛亚三个儿子 后一的名字 如果你去考察出现名字的个数 正好有七十一个名字 其中亚夫的后一有十四个名字 韩的后一有三十一个名字 而散的后一有二十六个名字 当然散是神的选民 二十六是耶和华的数字 十四加三十一加二十六 等于七十一 为什么是七十一个名字 而不是七十个名字 七十是外邦人的数字 这个大家都知道 因为神将从散的第五代 叫法勒 领出亚伯拉罕 法勒的意思是分开 因为神将法勒 从外邦分离出来 所以说诺亚的三个儿子 分成了七十个姿子 这就是外邦七十国的源头 今天所有的外邦 他们的父亲来自于散 韩和亚夫 形成了外邦的七十国 那么圣经里边的每个细节都是有奥秘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计算一下 诺亚的三个儿子 诺亚的三个儿子 他名下的七十个名字的数字 当你去掉法勒以后 大家看屏幕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我将七十个名字全部罗列出来了 数字也算出来了 一共七十个名字 你算他的数字 两万一千五百零四 二一五零四 但是这个地方是七十个儿子 并没有计算诺亚和他三个儿子的数字 诺亚和他三个儿子的数字等于九百三十六 加上七十个后裔的数字 两万一千五百零四 以后等于两万两千四百四十 所以说两万两千四百四十 七十个外邦国命定的数字 那么这个数字我们先放在一边 我们待会儿回过头来看他隐藏了什么奥运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诺亚的七十个儿子 是今天的所有外邦国的源头 但诺亚有一个儿子 法勒被分离出去了 法勒正好是第五代 五代以后生了一个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生了以撒 以撒生了雅各 雅各生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以色列的这棵树就形成了 那么接下来圣经在创世纪四十六章告诉我们 雅各全家七十个人口 下一集 而且挪列出来了七十个名字 那么圣经的每个细节都不是多余的 都有它的奥秘 所以说我们理所当然的 应该去计算这七十个名字的数字 那么大家可以看屏幕 那么这个地方我已经算出来了 一共七十个名字 那么这七十个名字包含了十二个支派 十二个儿子 它的数字等于一万六千七百六十八 一六七六八 那么这都是大数字对不对 所以说那么这七十个名字里面 当然包含了十二个支派 但没有包含从法勒到雅各的数字 对吧我们知道法勒从诺雅的那棵树被踢出来了 那么从法勒到雅各一共有八代 对不对 那么在亚伯拉罕以前 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妻子的名字 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 但是从亚伯拉罕开始 我们知道三位先父的妻子的名字 那么在拉比传统里边 叫三位先父 四位先母 对吧不提两个婢女的名字 对吧 那么雅各 他改名为以色列 那么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顺便停下来 讲一下以色列 为什么雅各 要改名以色列 对以色列这个名字是 最大的一个误区 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什么叫以色列 那么在他 那么在他的 在他的 第一个人 第一个以色列是 亚当 以色列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 很多人都搞不懂 以色列的西伯拉文叫 以色列的西伯拉文叫 人的选 亚当是第一个以色列 但是亚当失败了 洛亚是第二个以色列 洛亚也失败了 那么第三个以色列是雅各 亚当是必须要战胜以少的天使 才能得着这个荣耀的名字 以色列是一个相当荣耀的名字 在拉底传统里面告诉我们 神在创造天地以前 就有了以色列 以色列 尼赛亚 托拉和耶和华是一 对不对 以色列就是耶和华 耶和华就是弥赛亚 弥赛亚就是托拉 这四个概念是一 在创造天地以前 那么在创造天地以后 才分离 有了耶和华的概念 有了弥赛亚的概念 有了托拉的概念 有了以色列的概念 在内以前是一 所以说雅各 他被称为以色列 因为他成功了 他有资格被称为以色列 对不对 犹太人和以色列是两个概念 今天很多人搞不清楚 犹太人是犹大的后裔 是个血缘关系 而以色列是个选民的概念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们计算 从法勒到亚伯拉罕 以撒 法勒 把他的名字 算出来等于3853 再加上 下埃及的70个后裔的数字 16768 再加上一个数字 叫耶和华的签名1820 选民的所有的名字 选民的所有的名字的数字 正好等于22441 22441 这是相当令人震惊的发现 为什么 以色列的70个后裔的数字之和 22441和诺亚70个外邦国的数字之和 22440相比正好多了1 而22441是一个直数 意思就是说 除了1和他本身以外没有其他的除数 为什么是个直数代表选民的独1 以色列是1 正如神是1 为什么 以色列70个儿子的数字 比诺亚70个儿子的数字多1 因为以色列有神 耶和华和以色列在一起 所以多了一个1 1总是代表独1代表神 而外邦国没有神 所以说缺少一个1 22441是第2520个直数 而2520是252的十倍 252等于182加70 182是雅阁的数字 70是外邦国的数字 为什么要出现这个数字 从这个数字我们能学到什么功课 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 神的设计 是以色列下埃及的人头数 其实对应外邦的七十国 所以说以色列的七十个名字的数字 也等于诺亚的七十个后裔的名字 为什么在以色列和外邦有这么神奇的一个对应的关系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以色列的数字 对应外邦人的数字 外邦人的数字是按照以色列的数字所命定的 生命纪三十二章第八节 自高者将第一次给外邦 将四人分开 Yathev give noise on me 外邦人的边境 Nemispar bene Israel 是按照以色列种子的数字 看到没有 也就是说神怎么样去安排外邦人 怎么样命定外邦人 是按照以色列 也就是说以色列和外邦是一个对应的关系 以色列有多少人 外邦的人数总是和以色列的人数有一个对应的关系 什么意思 神的救赎是通过以色列领到外邦人 对不对 外邦人 比如说以色列的七十个后裔 每个人都要修补七十个国家或民主里面的一个 是一个一一的对应的关系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个以前给大家分享过了 如果你去计算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的数字 加上三位先父 四位先母的数字 大家看屏幕 是什么意思 简单 有综的计算的 父母的父母 也提到 祖父母的父母的父母 所有的十二个字派加上三位先父 四位羡慕的数字不多不少 四千九百 而四千九百是七十的平方 什么意思 以色列的使命 是修补救赎七十个外邦国 外邦国的希望救赎是在以色列的名字里 好接下来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十分钟以后继续分享 好大家休息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个星期的帕拉西亚 帕拉西亚巴密特巴尔 当以色列的七十个人口下埃及以后 他们出来的时候有六十万人 那么这就是卡巴拉里边提到的六十万根灵魂 意思就是说今天所有的血民他们的灵魂 来自于这当初出埃及的六十万灵魂的根 那么根与脂子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所有的树枝有一个树干 一个树干只有一个树根 但是呢就一个树枝来说 它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因为这个树枝可以不断的长出新的质压 所以说今天的所有的血民 不管你是谁 如果你是血民 那么你必定来自于当初出埃及的六十万根灵魂 那么在这个星期的帕拉西亚 那么圣经记载 鼠点的人数 明数记一章四十六节 大家看屏幕 所有被鼠点的人数 600个千 500个五十 翻译成中文 是六十万 零三千五百五十 那么第二次鼠点人数 是帕拉西亚 拼卡斯 也是明数记 二十六章五十一节 大家看屏幕 这就是以色列的种子 被鼠点的人数 谢谢每一百 六百个千 和一千 谢谢每一百五十 一千七百三十 翻译成中文 六十万 零一千七百三十 那么如果你去计算两次数点人数的差 正好是一八二零 这么意思 刚才我们数点外邦人和以色列选民的人数之差 是一八二零 对不对 刚才我们发现在创世纪里边 诺亚的七十个外邦国的数字 和以色列的七十个下埃及的数字相差 一八二零 我们称其为耶和华的签名 那么在这个地方再次出现 一八二零 什么意思 因为一八二零 一千八百二十 是耶和华的签名 对不对 是签名 正如 从外邦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 要加上一百八一千两 一千八百二十 当以色列犯罪以后 要减去 一千八百二十 什么意思 数字 被砍下来 扔进火里 正如经上记者说 马太府三章第八节第十节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秤 不要自己心里说 由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 神能从这些石头里 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砍下来 丢在火里 什么意思 神的血名 是一棵树 这棵树叫以色列 但是并不意味着 从这棵树 长出来的所有的树枝 都是好树枝 不结果子的树枝 叫不好的树枝 要怎么样 被砍下来 扔到火里去 所以说 当以色列犯罪了以后 在旷野里边的树枝 被砍下了 1820个根灵魂 而1820是耶和华的千灵 1820等于26乘以17 26是耶和华的数字 70是外邦国的数字 神从哪里砍下 不结果子的数字 就在哪里嫁接 外邦数字 但数 仍然 只有一棵 那么接下来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 1820是耶和华的签名 那么这个我们过快一点 首先 这个大家都知道 耶和华的数字 在托拉里边 一共出现了1820次 但接下来 有些内容 我们以前没有分享过 在拉比传统里边 有一节相当有名的解经 是拉西的解经 拉西 有一个相当有名的解经 你去问任何一个拉比 任何一个犹太人 只要稍微学习过托拉的 都知道这个解经 什么解经 在出埃及十二章第二节里边 出现了一条诫命 是耶和华让以色列人属新月 纪念新月的经文 拉西的解经是 这节经文是 神给以色列会众的第一条诫命 对吧 在这以前的诫命 都不是给会众的 比方说行戈里 那是给个人的 不是给会众 以色列会众的第一条诫命 是新月 那么这节经文 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二节 正好是托拉的 第1820节经文 我们知道耶和华的数字是26 26用西伯来文表达 大家看屏幕 你把26展开以后 等于1820 这是又是一个连接 那么以前我们知道 托拉的第一节经文的 第一个单词叫 Bereshit 起初 你把起初展开以后 等于1820 那么接下来是更新的内容 所以以前我们都不知道的 起初Bereshit有六个单词 说错了六个字母 第一个字母是Bey 第二个字母Rish 第三个字母Alef 第四个字母Sin 第五个字母Yu的第六个字母Tao 如果你从托拉的开篇 找出首字母是这六个字母的单词 对吧 可以把它找出来 大家看屏幕 在托拉里边 这六个单词 它的首字母 正好拼出Bereshit 第一个叫Bara创造 第二个叫Rakia天空 第三个叫Elohim神 第四个叫小玛影天 第五个叫用日子 第六个叫Tad She 长草 这六个单词的数字算出来 不多不少 1820 相当令人震惊 那么更令人震惊的是 如果你去掉第一节经文 Bereshit Bara 起初神创造天地 把这节经文去掉 不算它 因为这节经文的奥秘太大了 那么你从托拉的第一章 第二节经文算 去数字母 到耶和华的名字 第一次出现 耶和华的名字 第一次出现是创世纪的第二章 第四节 那么 它的字母的数字 不多不少 1820 相当令人震惊 这个我已经数过了 你如果不信的话 你自己去数 我这个地方就没有时间 给大家具体的分享 大家自己去数 这东西都 这个地方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数的 好 那么接下来更令人震惊 我们知道托拉里边的每个单词 每个细节都是什么 不多不少 那么在托拉里边 雅各和他两个妻子说话的单词 都是有文章的 如果你去数 在整本托拉里边 雅各他说的话 一共有1597个单词 拉杰说话有107个单词 利亚说话有116个单词 加在一起1820个单词 雅各和他的两个妻子 说话的单词数不多不少 1820 更令人震惊 12个支派说话的单词 也是1820 大家可以去数 数西布莱文 对不对 在创世纪32章第四节 有53个单词 接下来是313 794 513 147 不多不少 12个支派说话的单词 在托拉里边 记载的单词不多不少 1820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以前给大家分享过 就说西布莱文 它的构造 叫瓷根 对吧 三个单词 三个字母的瓷根 叫修里士 那么这个我们以后要去 专门要去研究这个语法 这个西布莱文的构词里面 也是有极大的奥物 在托拉里边 这个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 那是拉比 早就数过了 在真本陀拉里边出现的瓷根 是1820个瓷根 但又是神的签名 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讲了 两次数点人数相差 1820但是更令人震惊的是 这个表里边的六个名字 它的数字是1820 他们的人数相差 1820相当令人震惊 这完全就不可能是巧合 那么更令人震惊的是实际 我们知道实际在托拉里边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是出埃及记二十章 第二次是生命记第五章 两次出现实际的这个经文的数字 之和是二十万三千八百四十 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 但是再怎么样大 你会发现203840是1820乘以112 而112是耶和华的数字26 加上神的数字86的和 相当令人震惊 那么接下来更令人震惊 是关于安息日 安息日是相当圣洁的一个日子 在托拉里边 首次描述安息日是 创世纪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如果你把这期经文找出来 按照安息日是第七日的原则 从第一个单词跳七个单词 把七个单词跳出来 算它的数字不多不少 1820相当令人震惊 而且更令人震惊的是 那么这最后一个单词 它下面那个单词是耶和华 这是耶和华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什么意思 这就意味着 这正好也是托拉的 第一千八百二十个字母结束的地方 相当令人震惊 所以说1820是耶和华的签名 正如经上记者说 以赛亚书五十章第二节 大家看屏幕 为什么我来的时候没有人在 为什么我来的时候没有人在 我呼召的时候却没有人应答 这节经文的数字是1820 这是神给每个人提的问题 如果你今天太忙没有时间思考这个问题 你不是蒙福的人 如果你今天有时间思考这个问题 你是蒙福的人 因为每个人都要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最晚的时间是你死的那天 如果你到了死的那天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那真的就太晚了 那么更令人震惊的是 四篇一百篇第三节告诉我们耶和华是神 Adonoi Hu Elohim 大家都知道耶和华是神 OK 大家都知道 但如果我们将耶和华的名字换成耶稣基督 就成了耶稣基督是神 Yeshuah Mashiach Hu Elohim 令人震惊的是 耶稣基督是神展开的数字 1820 什么意思 耶和华的签名 相当令人震惊 那么接下来 我们以前学了将近一年 双子之争 以扫和雅各 雅各和以扫 我们知道雅各代表犹太人 以扫代表基督徒 两个字母的数字等于558 558除以2等于1279 但我们知道如果双子和一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的数字是541 但是因为以色列的数字这个单词里边 名字里边有一个Alef Alef算作1541变成1541 1541加上279不多不少 1820 耶和华的千里相当令人震惊 好 回到我们刚才给大家分的这个亮光 那么接下来 我们的思路应该理清 耶和华种植了一棵树 那么这棵树是以色列 树长出了十二根树枝 那么这棵树的树根是耶稣 但是这棵树有一个树枝 是犹大 犹大的树枝 开花结果成长了一个果子 一个种子 落入土壤 失一复活 重新生根发芽 也叫耶稣 你说奇不奇怪 对吧 树根是耶稣 这个种子也是耶稣 那么这个奥秘隐藏在 以色列书十一章第一节 以前给大家分享过很多次 从耶稣的树干长出树枝 从它的树根将结果枝 所以说耶稣既是大卫的根 又是大卫的果枝 因为它是最初的种枝 也是最终的果枝 对吧 这就是耶稣给法利赛人提的一个问题 他们不能回答 什么问题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五节 大卫既称他为主 他为什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对吧 什么意思 很简单 弥赛亚究竟是谁 对不对 那么一般人说 弥赛亚是大卫的儿子 大卫的后裔 对吧 那么这个如果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 那么耶稣应该称大卫称什么 称爷爷 对不对 耶稣基督看见大卫应该称爷爷 但是在圣经里边 这个诗篇里边 这个大卫却称弥赛亚他的主 有什么意思 你爷爷称自己的孙子为主 这个等次这个辈分完全搞乱了 不错 按人的思维没法理解 但是灵魂的 你要称他为轮回也好 你要称他为这个 怎么样称他无所谓 对不对 你的爷爷有可能是你的孙子 你的孙子有可能是你的爷爷 为什么 因为灵魂就那么几个 对吧 以色列的根灵魂是六十万 而灵魂的根的根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根灵魂 他后来又降生了成为人的儿子 又变成了你大卫的孙子 对不对 那么法利山人没法理解 我们今天的绝大多数人 估计基督徒也没法理解 那么耶和华种了一棵树 简单字面成一棵树 奥秘成是生命树 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个亮光 那么这个以前我们给大家分享过很多次 在拉比传统里面有这么一个分享 什么分享 生命树的七个情感属性 是七位牧羊人 大家看屏幕 那么他们的数字字和1409 那么这个我们以前给大家分享过很多次 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废话 你去问任何一个拉比 任何一个犹太人 任何一个学习卡巴拉的都知道 生命树的七个属性 对应的是七位牧羊人 那么在祝鹏节的七天 每天有一个牧羊人进入祝鹏 进入棚子里面去 那么这是拉比传统以前分享过很多次 不用废话了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新的内容 那么情感是流露在外面的 所以说大家都知道 对吧 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情感对应的是树干 但是 这个生命树 它还有三个理智层的这个属性 这个冠脸智慧通达 这个拉比传统里面没有这个对应关系 为什么 因为这是李志成对应的是意念 意念是隐藏起来的 没有人知道 对吧 就好像树根一样 这个树根一般人是看不见的 因为隐藏在土里面 那么接下来我们以色列渔民 把这个奥秘给你解开 首先尽管拉比传统没有这个传统 但是我们按照卡布拉学习的基本原则 我们知道智慧和通达总是对应耶和华的名字 对吧 那么耶和华的名字有各种分法 对吧 你可以将两个名字分为 要不两个名字 可以将四个字母分为两个字母 前面两个字母 后面两个字母 对吧 所以说耶和华的前面两个字母是智慧 后面两个字母是通达 但是冠冕是谁 冠冕是耶稣 彌赛亚 为什么 因为冠冕就相当于人的头 头发 对吧 相当于树的根 对吧 所以以色列渔民解经说 这个冠冕是彌赛亚 因为这是人的头盖和头发 对吧 正如树根给出树的所有的养分 那么弥赛亚给出整个全人类的灵魂的养分 那么令人震惊的事 你去计算彌赛亚的数字358 那么耶和华的名字 前面两个字母把它展开等于30 后面两个字母展开等于23 加在一起411 411是李自成的数字 加上情感成1409 不多不少 1820 什么意思 神耶和华给生命树的签名 那么从这个地方你知道 耶稣基督是生命树的冠冕 那么你把生命树倒过来就成了一棵树 对不对 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 如果耶稣基督是树根树干 就是亚伯拉罕以撒亚格 那么相同的思路 你说你刚才用的是弥赛亚 你能不能用耶稣基督去算一下 当然可以 采用相同的思路 耶稣是冠冕 那么智慧就成了耶和华的首字母 YUD 通达是耶和华的第二个字母 HE YUD HE 在卡巴尾间总是代表智慧和通达 重新计算数字401 你说怎么样 差10 确实 你说你总算算不出来了 完全错误 为什么 因为大卫的名字在圣经里边 有两种拼义法的发音都叫打卫的 还有一种拼义法是多一个YUD 意思就是说 生命树把自己的冠冕里边的石 给了王国的大卫 大卫总是代表新娘 而YUD 总是代表 种子 对不对 冠冕的种子 给了新娘 的器皿 对 所以数字仍然是1820 相当令人震惊 那你说OK 我总要给你找一点麻烦出来 这个雅各它不是改名字了吗 对不对 不是叫以色列吗 对不对 你能不能算一下以色列的数字 很好 那么1409加541减去182等于1768 你说哈 这样你总算算不出1820了 恰恰恰错误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给大家分享过很多次了在卡巴拉的层面 人类的灵魂有五层 最高层叫什么名字 叫耶汐达 耶汐达 就是弥赛亚 今天所有的灵魂 在最高层 是一 耶稣是弥赛亚 叫耶汐达 耶汐达对你都是冠言 对不对 这个任何一个人都知道 卡巴拉的学习都知道 耶汐达的数字等于37 所以说理智成的数字是401减去386加上37等于52 那么理智成是52 情感成是1768 两个数字相加不多不少 1820 三种不同的算法采用相同的理论逻辑思维 耶和华的签名 耶和华的签名1820仍然保持不变 相当令人震惊 生命数是十个属性 如果生命数十个属性的签名是1820 这就意味着每个属性的数字是182 雅各的数字 雅各的数字相当令人震惊 OK你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些卡巴拉全部理顺了 接下来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 这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搞不懂的问题 也不愿意搞懂的问题 也拒绝搞懂的问题 故意逃避的问题 回避的问题 那就是基督徒究竟是干嘛的 是什么概念 对不对 你今天到教会里面去问 稀里糊涂的搞不懂 什么叫基督徒 对不对 这个犹太人和基督徒什么概念 对不对 这个很多人说啊 这个基督教 这个西方的宗教 对不对 所有这些人都不明白 对吧 所以说无神论不明白 基督徒也不明白 那么犹太人更不明白 犹太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稀里糊涂的 对不对 从犹太那边的角度 这个基督徒是一个外邦 背偶像的邪教 对吧 所有这些认识 都是错误的 基督徒 为什么叫基督徒 基督徒来自于外邦 但是通过耶稣 说基督徒如果失去了耶稣 就没有名分 对吧 所以说 那么今天的绝大多数 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 他的认识倒是正确的 抓住耶稣 因为耶稣是这棵树的根 但是这棵树 是以色列 因为神的树 只有一棵树 或者说两棵树 墨亚的后裔 有七十棵树 但那些树都不可能长果子的 神 亲手 种植的 只有一棵树 是以色列 正如以色列 有十二个支派 有十二个树 支 那么基督徒 是以色列 这棵树的 树支 你说基督徒不是来自外邦吗 对不对 那外邦的树支 怎么可能成为这个以色列的树支 这个以色列这个树 怎么可能有外邦的树 这个我不明白呀 你说 完全搞不懂 就瞎讲 但是圣经早就给出我们答案了 只不过你不愿意去这样领受而已 对不对 只不过你在逃避而已 对不对 只不过你在那儿骄傲 自大自以为了不起而已 对不对 你不愿意去顺服神的启示 神早就告诉我们了 罗马书十一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 若几根枝子被栽下来 你这野橄榄得结在其中 谁是野橄榄 外邦人 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支 谁是橄榄根 根是耶稣 那是圆头 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 野的橄榄是外邦人 尚且立着信 得及接在好的橄榄上 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 什么意思 罗马书告诉我们 犹太人是家橄榄 基督徒是野橄榄 基督徒作为野的橄榄 之子 怎么可能成为家橄榄的一部分呢 是通过嫁接 那么这是相当奇怪的设计说白了 只有树可以嫁接 你没有看见这个动物这个人可以嫁接的 对吧 你不可能看到有一头牛 把这个牛的一个腿给它砍了 然后呢 把另外一头猪的那个猪蹄子给它架接上去 不可能的 对吧 你也不可能 这个人的脚把它砍了 把另外一个人的脚把它接上去 也不可能的 只有树口 只有树口 这是神的设计 对不对 家枝子可以把它砍下来 野的枝子可以把它接上来 它照样生长 哪些枝子被砍下来了 这就是在旷野犯罪的 被击杀的1820个根灵魂 这根灵魂代表了将来所有的要被砍下来的枝子 对吧 也就是说并不能说 你就说你是犹太人 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能得救 你有可能被砍下来 同样的道理 你是外邦人 并不意味着你没有希望 你可以被嫁接到以色列这棵树上去 那么今天所有得救的外邦人 他其实都是这被砍下来的1820个根灵魂的后遗 接下来我们来考察数字 加感染的西伯来文叫 加在一起等于1420 对吧 那么野橄榄也好 加橄榄也好 都可以合一 合一以后都被称为天生的加之子 对吧 这个词外文叫 天生的加之子400 数字是400加在一起1820相当令人震惊 1820 耶和华的签名 什么意思 不管你是什么出生 不管你的源头是什么 你今天出生在哪里一点都不重要 但是神把你的灵魂让你出生在这个地方的 那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可以被嫁接到以色列 这个树上去 成为以色列人 当你成为了以色列人 你就是神的选民 如果你是神的选民 你必定是以色列人 那么我们能不能够从耶和华签名的数字1820里边 找到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印记 因为在今天这个最混淆的 对不对 最搞不清楚的 最稀里糊涂的两个概念 首先就是犹太人和基督徒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通过西伯来文 给大家把这个问题澄清 首先我们来看 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西伯来文 犹太人叫哈耶胡定 而基督徒叫哈诺赛的印 数字等于481你说这个和1820估计也相差太远了吧 不错 简单字面成 好像太远了 但是你进一步的观察 你发现这两个单词 它的伪字母都是mem so fit 什么叫mem so fit 意思就是说是伪字母 mem如果是以伪字母出现 它的数字可以算作600 对吧 所以说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数字 也可以算作1601 令人震惊的是1601正好是从亚当到亚伯拉罕 所有的儿子的代表关系 大家看屏幕 刚才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回到我们的创世纪 第一棵树叫亚当 对吧 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今天所有的人都叫亚当的儿子 对吧 希伯来文叫本雷阿当 人的儿子 亚当的儿子 那么第二棵树叫诺亚 对吧 因为从 所以说从 因为 在诺亚大洪水当中 所有的其他人全给淹死了 所以说 那么今天所有的人也可以叫做诺亚的儿子 希伯来文叫本雷 诺亚 但是诺亚又生了三个儿子 对吧 形成了今天的外邦七十国 对吧 所以他们的儿子也可以称为 本雷也费亚服的种植 本雷汉 汉的种植 本雷 现 散的种植 那么到这个地方就代表所有的外邦人 对吧 所有的外邦人对应的是基督徒 因为基督徒不管你是哪里的基督徒 你必定是来自于这几个人的后裔 对吧 除非你是外星人 但没有外星人 对吧 所以说你今天如果是基督徒 那么你必定 是 你肯定是亚当的后裔 你肯定是诺亚的后裔 你有可能是亚服的后裔 你有可能是汉的后裔 你有可能是散的后裔 不管是谁的后裔 反正他们都是你的父亲 但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呢 那么你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对吧 所以叫Benei Avraham 对吧 那么这所有的名字加在一起 多少 1601 不得不少 犹太人基督徒的数字 相当令人震惊 那么震惊还在后面 1601和1820仍然相差 219 你说219在哪里 答案很简单 这是耶和华跟雅各的一个意识 创世纪35章第11节 大家看屏幕 耶和华对他说 阿尼也有沙特 我是全能的神 你也要声量众多 Goyi Ukhao Goyi Goyi Ukhao Goyi 那么一个国家和多国的教会 Yi ye ni mei ha 要从你出来 Wu mei na hin Mei ha la cei ha Yi cei u 那么很多的国王 要从你那里出来 那么这个地方相当令人震惊 这个地方有一个概念 叫Goyi Ukhao Goyi 什么意思 Goyi 或者按照Nabi的发音叫Goy Goyi 这是一个国家的单数 叫单一的国家 而后面这个Goyi 是国家的负数 叫众多的国家 多国 而中间的这个单词Kihau 是教会的意思 对吧 你要翻译成慧众也可以 你说啊 那个时候哪有教会 当然有教会 对吧 你翻译的 怎么样翻译的问题 那么今天的教会叫Kihau 慧众的意思 那这个地方是相当令人震惊啊 如果你去仔细的体会 这什么意思 这个耶和华对雅各说 从你的肚子里边 要出来一个国家 和多国的教会 你说一个国家 那当然是指以色列 以色列总是称为一个国家 叫Goyi Ehad 而多国Goyi 当然是指的基督教 因为你不可能 从这个雅各的肚子里边 把这个外邦人伸出来啊 对不对 不可能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 多国的会众 当然是指的是基督教 令人震惊的是 三个单词的数字 不多不少 正好是219 什么意思 所以 耶和华 种了一棵树 只有这一棵树 没有两棵树 对了 那么这棵树 是耶和华 亲自种植的一棵树 这是选民 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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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从外邦七十国 拣选出来的一棵树 以色列是个树林的国家 对吧 你不要这个乱 胡思万想 认为 以色列是中东的一个国家 啊 在那里边 有犹太人 有阿拉伯人 还有其他乱七八糟 不知道哪里来的人 这是错误的问题 今天在中东的那个国家 叫以色列 是因为神的选民是以色列 他才叫以色列 对不对 那么是因为 他是犹太人建立的国家 因为犹太人 在圣经里边 被称为以色列 那犹太人是犹大的后裔 但是以色列 是一个属林的概念 他并不是一个属血气 血缘的关系 他是神 种植的一棵树 他是所有的选民的集合体 对不对 很多人说 这个圣经为什么说 所有的以色列都要得救 当然是所有的以色列都要得救 因为得救的没有其他的名字 只有以色列 对不对 所以说所有的以色列都要得救 但你说谁是以色列 很简单 凡得救的都是以色列 所以说所有的以色列都要得救 对吧 那么这个以色列是一棵树 选民是这棵树上的树枝 那么这棵树它有天生的枝子 也有嫁捷的枝子 那么这棵树的树根 是耶稣基督 外邦人是通过耶稣基督 被嫁捷到了这棵树上 共同承受产业 对吧 所以说以前经常有人在问 这个基督徒 应不应该归依犹太教 提这种问题的人都没有知识 没有知识 什么叫基督徒 基督徒是以色列的树枝 你已经是以色列的树枝 你通过拉比去办什么手续啊 对不对 那不是找事情吗 对不对 这叫什么 这叫无是生非 对吧 你说拉比不同意这个观点 那是拉比他自己的问题 对吧 你基督徒要通过拉比去归依 成为犹太人 那叫无是生非 对吧 那找事情 对吧 什么叫基督徒 基督徒是通过耶稣的树根 被嫁接到了以色列这棵树的树枝 你已经成为以色列的人了 你还去办什么归依 对吧 对吧 所以说 那么这些奥秘都是圣经 早就告诉我们了 加拉太书 三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 大家看评了 所以 这是保罗给外邦人写的 所以 你们因信耶稣基督 都是神的儿子 什么叫神的儿子 以色列是神的儿子 你外邦人因为信耶稣基督 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 都是披带基督了 并不分犹太人 希腊人 对吧 犹太人也好 希腊人也好 你中国人也好 你哪里的人也好 你哪里的人也好 如果你信耶稣 你就是以色列的姿子 不管你是自主的 是围奴的 不管你是男的 是女的 你们在耶稣基督里 都成为一了 对不对 那么犹太人只要是信神的 他就是以色列这棵树上的 你说他不认识耶稣 耶稣是树根 在土壤里面 对不对 你说那个树枝 他有通达的树枝 有没有通达的树枝 有些树枝他没有通达 他不知道自己的树根 是埋在土壶里面的 他不知道也好 知道也好 你树枝树干 你的养分是来自于树干 所以犹太人按照他的定义 他就是信耶稣的 因为他不可能树枝 不可能没有树根 对不对 这犹太人他已经是以色列 这个树上的树枝 你给他挤什么挤 对吧 很多人说 这个犹太人他不信耶稣 要下地狱 瞎讲 对不对 他如果真的是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是耶稣 耶稣就是耶和华 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很多人这个思路不正 对不对 他不学习不明白 对不对 所以说你们在耶稣基督里 都成为一了 你们既疏忽基督 怎么样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亚伯拉罕的后裔 希伯拉罕叫 就是照着应许 承受产业 如果你信耶稣基督 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就是以色列 对不对 那么今天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奥秘 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奥秘 你学习土耳朗的话 这一切都变得相当的清晰 让我们将来能够满怀信心 进入我们的永生 领受神 给以色列所预备的产业 这个产业就是将来世界 好 今天我们的学习到这里结束 接下来 呃 呃 休息十分钟 十分钟以后我们再继续 自由体温 好 大家休息好了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自由体温 好 第一个问题 十节两次出现的tora 133770 请问是埃及记二十章 第几节到第几节经文的数字 那么这个你必须要看西伯来文 对吧 因为这个这个中文的圣经 英文的圣经和西伯来文圣经 在十节出埃及记这个地方的分法 有点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 在这个地方的经文的这个结束 就不重要了 你要看西伯来文 对吧 你要从这个这个二十章的第一节经文 算到这个十节的最后 都要看西伯来文 下面一个问题 系罗是什么意思 西罗就是四罗 这个四罗是代表弥赛亚 下面一个问题 刚才似乎似乎似乎提到卡巴拉里边有轮回 对吧 这个不管是拉比传统也好 卡巴拉也好 那么都讲到轮回 对吧 这个对很多基督徒来说 哇 这个完全没法接受 完全没法接受 是因为你被西方的神学洗脑了 你当然没法接受 脑袋都被洗了 你怎么接受 对吧 先入为主 你脑袋空荡荡的 一天到晚学西方神学 对不对 认为没有轮回 你就以为没有轮回了 对吧 对吧 下面一个问题 为什么明书记神的数点在二月初一 那么这个倒还上不清楚 肯定有原因的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还没法回答你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阿凡达里边的树 某种意义上展示生命树吗 这个我倒不清楚 下面一个问题 两次数点少一千八百二十人 是否也对应北国丢失的十个姿态 北国又叫以法莲 约瑟的小儿子 即现在基督徒是否是以色列家历史的羔羊 福音书耶稣也有这个说法 那么当然是 这个以前我们给大家分享过 以前专门给大家分享过 以色列北国的迷失的十个支派 其实就是今天的基督徒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使徒行传》七章十四节 说约瑟打伐 弟兄雅阁全家七十五人 和刚才老师解决的有什么区别 那么这个需要去研究 对吧 当《使徒行传》说七十五人 那就很显然他加了五个人 这是算法的不一样而已 那加了哪五个人 那么首先你当然要算 这个 那么这个其实也很简单 加了哪五个人很简单 雅阁和四个妻子 那么加在一起不就五个人了吗 对不对 刚才我们的算法没有算雅阁和他的妻子 对吧 所以说这个读圣经一定要明白 一定要有通达 对吧 一般人说这个圣经又找到矛盾了 好开心 什么矛盾 哇 新月圣经说七十五 这个托拉说这个七十 总算有矛盾了 那么看你的神学观点是怎么样 那么你可以用这个矛盾 来发展你的各种稀奇古怪的理论 比如说你如果是犹太人的话 你说哈 这个新月一看就不是神启示的书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让你搞错了 我们的托拉是七十个人 你的新月圣经做七十五 因为这个原因我要将新月圣经扔在一边不再看了 对吧 那么相同的概念 那么另外也可以来一个基督徒 他说很好 这个我们的新月圣经告诉我们是七十五个人 那么你们这个犹太人弄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速度 七十那当然你是错误的 结果这两个人争论不休 对吧 甚至可以大打出手 那所有这些人都是很愚蠢 真正有智慧的人 有通达的人说 为什么托拉说七十个人 这个使徒行传说七十五 这个使徒行传给我透露了什么信息 需要再加五个人 哪五个人 雅各有四个妻子 那不就五个人了吗 简简单单 明明白白 清清爽爽 嗯 下面一个问题 梦见自己 要茅测出来 同时梦见自己在高处往下看很害怕 代表什么 一般从毛测出来是好梦 一般从毛测出来是好梦 对吧 如果你做梦这个大便到你的裤子里边去了 而且没有洗没有擦那更好 高处往下看很害怕 这个我倒不知道什么意思 下面一个问题 马可福音四章十一节十二节 耶稣对他们说 神国的奥秘 只要你们知道 若对外人讲 凡事就用比喻 叫他们 看 是看见 却不晓得 听 是听见 却不明白 恐怕 他们回过头来 就得赦免 那么这节经文说得太好了 说得太好了 所以说你的问题也提得好 为什么真理不让人知道 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 可以从两个层面回答 首先 神的圣经必须要加密 神的奥秘必须要加密 为什么 因为看圣经的不只是人的选拟 还有仇敌 撒旦 邪灵 以及所有的撒旦的后裔 他们也看圣经 对 这个撒旦看圣经 比我们很多基督徒看圣经 更加的认真 很多基督徒看圣经 是吊儿郎当的 那个撒旦是把这个圣经吃透了的 撒旦要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 他才能够去专控制 引诱人犯罪 对吧 所以说第一个原因 为什么这个真理要隐藏起来 因为看圣经的并不只有你 还有你的仇敌 对吧 今天所有敌对人的 那些无神论 他也看圣经 他要看你的圣经怎么样写的 然后去怎么样 去给你捣蛋 对不对 你圣经说要这么样 很好 我要偏偏给你这样 圣经说这个日子很重要 怎么样 我偏偏要在那个日子去 给你制造一些恐怖袭击 对吧 比方说这个以色列历史上 比较有名的这个叫做 叫赎罪日的战争 在1973年10月24日 这个阿拉伯要摧毁以色列 怎么办 选个日子 选哪个日子 赎罪日 因为赎罪日 犹太人都不能吃 不能喝 没有利器 对不对 大家都不做工 怎么样 我们要袭击以色列人 当然要考他圣经 选个日子 阿拉伯人要这样选 其他的仇敌 难道不选吗 对吧 在今天这个社会 或者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 有多少人是神的仇敌 不计其数 不计其数 他们要逼迫神的选民 他要查考什么 查考圣经啊 因为他看什么 对不对 当然是看圣经 所以说圣经的设计 必须要从表面上看 是稀里糊涂 矛盾破绽百出 让他的仇敌 没法知道神的几方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 有很多神的选民 对不对 他们也看圣经 为什么你不让他知道你的真理 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很多基督徒 表面上是基督徒 其实 是撒旦的后裔 你从他分享的文章 你从他的观点 从他的言语 你就知道他是撒旦的后裔 尽管他表面上也是基督徒 那么这些人 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说的 叫他们看见 也不晓得 他有可能每天也看圣经的 但是看也是白看 因为他们的心术不正 于他们的心里边 充满了骄傲 没有怜悯 自以为是 对这些人 圣经说 你看吧 你看也看不懂 你听吧 你听也听不明白 免得让你明白了 你悔改了 我还要赦免你 有些人 他已经选择了恶 他已经选择了 神就乐于让他们 在作恶的道路上 越陷越深 就像法老一样 法老说 我就是不认识耶和华 我就是不让以色列人揣急 怎么样 神说很好 让你看 看见了 却不晓得 让你听见了 也不明白 对不对 就好像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我们每个人 其实每天都在经历神迹 每天在我们眼前都在出现神迹 都在出现天象 都在出现启示 对那些骄傲的人 对那些犯罪的人 对那些邪恶的人 他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 但是神的选民 敬畏神的人 他稍微一看到一个异象 他就知道神在主持公道 神在给他的选民在呼召 为什么真理不让你知道 因为你既然已经选择了作恶 真理必定向你隐藏 除非你选择悔改 你选择悔改了 那么圣经的奥秘 就给你揭开了 让你看就明白了 听就明白了 你就可以悔改 你就可以得赦免 所以说真理 你认不认识真理 在于你的心 在于你的心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追求神 神不会隐藏的 你敲门 门就打开 你祈求就给你 对不对 为什么真理向你隐藏 因为你从来就没有追求过真理 你不追求真理神为什么给你 揭开真理 对不对 所以说你的问题提得太好了 对不对 为什么真理不让人知道 将来审判的时候 你在神面前是没法狡辩的 你说神啊 你自己把圣经搞得那么稀里糊涂的 你现在怎么怪我犯罪啊 神会怎么说 不是我的圣经稀里糊涂的 在于你根本就没有追求过我的真理 你从来就没有追求过我的公义 你每一天沉醉于世界 你每一天这个 陶醉在你的自我膨胀里边 你什么时候谦卑下来 追求过我的公义 我的真理 你没有理由的 有一个姐妹对我说 信了耶稣就得救了 不用遵守救于那些诫命 请问是这样的吗 当然不是 任何一个人说 信了耶稣就得救了 不用遵守救于那些诫命了的人 他没有得救 为什么 这叫心术不正 持这种观点的人 很显然就是心术不正的 他不是追求真理 因为你如果追求真理的话 你自然会喜爱神的记忆 如果你不追求真理 你是一个投机的人 对不对 你想一夜变成一个百万夫 投机倒板 心术不正 心术不正 怎么样 神就乐意让你 越加的糊涂 让你看见 却不晓得 听见 却不明白 恐怕你悔改 神还不得不赦免你呢 下面一个问题 神是阿拉法 阿弥迪迦 所以有人说 at是神的签名 如何看待 当然是 at可以认为是神的签名 因为at 是西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 和最后一个字母 真理也是神的签名 神的签名有很多 神的名字也有很多 对不对 前面一个问题 可以称呼神为真主天主阿拉吗 真主天主阿拉 这都是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宗教给神的不同的称呼 对不对 比方说你如果是一个伊斯兰教 你叫真主 对吧 你如果是天主教 就是天主 阿拉我倒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叫法 对吧 这都是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宗教的称呼 神只有一个 中国人叫天 那也是神 对吧 老天爷啊 那也是在叫神 神只有一个 不同的文化 它有不同的名字 但神 却是一 对吧 但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 对吧 你也没有什么这个伊斯兰教的背景 你叫神为真主什么意思 对吧 那叫花松取宠 对不对 如果你是如果这是你的文化 你的背景你要那样叫可以的 那比方说你是中国人 你说啊 我的神 我的天啊 我的老天爷啊 那是神 对的 中国文化是这样叫的 对不对 比方英文文化 英国 这个英语文化 把神称为God 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这个 如果你是这个犹太人 你把它叫做 这个阿斗奈 什么哈逊 也是可以的 这不同的文化的背景 但神是一 神是一 对吧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 却不能废去 但那日子 时辰没有人知道 天生的死者也不知道 人子也不知道 只有父知道 主耶稣基督 既是神子 为什么不知道 这来的奥秘呢 当然很简单 我们也是神的儿子 对吧 每个选民都是神的儿子 那我们为什么不知道 所有的奥秘 一个道理啊 对不对 而且我们 不同的选民 知道神的奥秘的程度 也不一样 对吧 所以说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 对不对 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 对吧 有些东西 不是有些东西 这个神的知识 是按照不同的层面的 你层面越 你的层面 层次越低 你知道的越少 层次越高 你知道的越多 对吧 在圣经里边 耶稣基督什么都知道 唯有这一条不知道 这是圣经挑明的 对吧 耶稣基督说我什么都知道 我就是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 对不对 这很奇怪 你说为什么我怎么知道 圣经告诉我们说 连耶稣基督也不知道 还有一个地方不知道的 就是说 将来这个天父怎么样安排位置 这个选民以后在 以后在天国里边 在这个将来世界 怎么样受赏赐 谁坐在哪边 这个耶稣基督也不知道 对吧 你说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很多奥秘 我们并不知道 下面一个问题 问个实际的问题 我这里的产业突然又扩大了 又要招人 这是一个让我很头疼的问题 根据以往的经验 根据以往的经验 多数人都是偶像 敬拜 就是看公司大 过来 撑 持续的 实际上公司模式只是实现 我实现意志的一个方式 这就是贵族和平民 看待问题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选民 选民 只怕上一族 不怕人的组织 而那些 而选择那种不怕人 又有实力的 多半都从事黑残 也不通过正常渠道 出售自身 所以找人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我想建立强大的以色列社区 那么看人就很重要了 圣经有没有这方面的启示 从黑残招人行不行 我倒不知道什么叫黑残 我倒不清楚什么意思 任何你的愿望 如果符合神的指印 神都会帮助你 但是我不知道你什么叫黑残 什么叫做 搞不清楚 下面一个问题 因为保罗早已决定 要越过以复所 免得西阿戏耽误 急忙前行 假如可能的话 在五旬节前赶到耶路撒冷 信了耶稣 不是不用遵守疑文律法了吗 为什么保罗赶回去过五旬节 这个没有人告诉你说 信了耶稣不用遵守神的律法了 信了耶稣恰恰要遵守神的诫命 对不对 这是个错误的意思 对不对 回到我们刚才讲的 回到我们刚才讲的 神在创世之初 神在创世之初 是Torah 以色列 尼赛亚 尼赛亚 Torah 以色列 唯一 你外邦人信了耶稣 就成为以色列了 你既然成了以色列了 那么诫命 你就有了诫命 对不对 你凭什么说我信了耶稣 我不用遵守律法了 对 就好像你说啊 我现在被嫁接到了以色列 这棵树了 那么我就要耶稣 但是我不要树根 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我要耶稣 我不要树根 耶稣就是树根 耶稣就是律法 对不对 这矛盾的概念 我不知道谁会发明 创造这种矛盾的概念 因为我信了耶稣基督了 我就不要遵守神的律法了 什么意思 耶稣就是神的律法 你信了耶稣 你又不要耶稣 你什么意思啊 自相矛盾啊 对吧 思路都不清楚 你在讲怎么讲 为什么保罗要赶出去过五旬节 保罗当然要过去过五旬节 因为五旬节神的诫命啊 对不对 这个问题应该去问问教会 你说你干嘛 保罗都要这个遵守律法 你为什么 打着保罗的旗号 这个反对律法 对不对 保罗自己的遵守律法 什么意思 下面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中国传统所谓国运判断 前几次讲过美国和中国的一些预言 都有没有关于香港澳门大湾区的预言 或者这种地方的名字如何挖掘预言 因为香港要通过国安法 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动 会影响到整个布局 我这次去的是澳门珠海地区 是否是一块心区 这些地方有没有分析案例或一些规律 那么这个倒还没有研究 对吧 所以我倒还没有去研究 下面一个问题 提前 事实上第四节 神所造的物样样都是好的 若从感谢的心领受 没有一样是不可吃的 都因神的话和人的祈祷而成为洁净了 有一个教会的老姐妹告诉我 宣告耶稣保血的遮掩 餐前的猪肉海鲜不解都洁净了 可以吃了 请问这种说法对吗 我该不该听 那个老姐妹的观点吃猪肉 当然是错误的 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给你提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 这句话是正确的 对不对 当然 凡神所创造的都是好的 对不对 撒旦也是神创造 撒旦也是好的 或者我们把这个话题弄到实物 你说要谈实物 神所创造的都是好的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毒药 也是神创造的 比方说这个披霜也是神创造的 对吧 披霜是神创造的 这不是人发明的 还有哪些毒药 我到底记不清楚 但有很多毒药 对吧 披霜 那请问 你把披霜放在你的桌上 凭信心祷告你可以吃吗 有没有人吃披霜的 凭信心祷告啊 对不对 还有什么东西 其他 什么意思 因为你自己有吃猪肉的传统 对不对 当你信了耶稣以后 你说啊 我四代吃猪肉 我能不能找到经文 支持我继续吃猪肉 OK 给你预备了一句经文 让你愿意犯罪的 请继续的犯罪 捷径的 让他继续的捷径 误会的 让他仍旧误会 对不对 每个人要犯罪 都可以找到理由的 都有经文 对不对 猪肉海鲜 圣经写的不能吃 你为什么要吃 因为我一直吃 OK 那你把披霜也放在上面 你祷告一下 你吃不吃 你说我从来不吃 对了 说白了是你的习惯的问题 因为你从来不吃披霜 所以说你也懒得 把披霜放在桌前 去祷告一下去吃 因为你不吃啊 所以说归根结底 是你的习惯 你的传统 对不对 而不是神的诫命 神的诫命在你面前 无所谓 对吧 对我有用的我就遵守 对我没用的我就不遵守 对吧 你说啊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要做一个十一奉献 这个对我有用 对吧 所以说这个教会说十一奉献 大家知道奉献啊 这个是这个诫命没有被废掉 那么这个吃猪肉的话呢 因为这个确实伤害到我们的利益 对不对 这个我们吃猪肉吃了几百年 要让我现在不吃猪肉 这个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那就找一句经文吧 有没有经文 有 保罗有些经文可以用的 好 那么支持我们的理论怎么样 继续吃 下面一个问题 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 胜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 儿女 弟兄 姐妹 和自己的姓名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跟从我的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为什么做门徒 背十字架 要恨自己的父母 那么你的问题 就提错了 没有说做门徒要恨自己的父母 那什么意思 人的一生 要面临着各种选择 你要面临很多选择 每个人 都要面临选择 因为人有自由选择 既然有选择 就意味着有利益的冲突 对不对 那么在信仰的问题上 你的选择应该是什么 当你和其他的利益冲突时 你的选择是什么 很多时候 你要为这种选择 付出很大的代价 甚至涉及到你的亲情 对不对 比方说你的父母 反对你的信仰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面临着 在父母和神的面前的选择的问题 对不对 你说我的亲情更重要 神放在一边 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你仍然神会选择你 对不对 但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 很多时候 我们的亲人 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 会成为绊脚石 对不对 会成为绊脚石 那么这节经文的意思 不能因为亲人的原因 而妥协自己的信仰 这个意思 并不是说你信耶稣基督 一定要恨自己的父母 而是说在你的选择的过程当中 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 你的选择应该是神 对不对 下面一个问题 愿意像保罗一样守独生服侍主 会比结婚更好 更逃足喜悦吗 首先 Torah的一条戒命 是生养众多 生养众多 如果这条戒命要行出来 你必须要结婚啊 你不结婚怎么生养众多 对不对 你如果真的想讨神的喜欢 你要行出他生养众多的戒命 对不对 你说我守独生 将来审判的时候 你没法交差的 刚才审判的时候神会问你 你有没有行出生养众多的这个戒命啊 你说啊这个好像没有 完蛋了 对不对 如果你有这个机会 你故意不去结婚 对不对 这甚至可以算作你的罪 对吧 比方说这个圣经里边的这个 拿达 雅比户 现反火 被神的火 烧死 那比有很多总结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结婚 他没有结婚 没有结婚在神的面前是个大罪 因为你没有生养众多 对不对 所以你真的想讨主喜欢的话 应该结婚 生子 生养众多 生养众多 下面一个问题 所以 无论是吃肉喝酒 什么事情 叫兄弟跌倒 一概不做才好 所以 食物 若叫弟兄跌倒 我就永远不吃肉 免得叫我兄弟跌倒 免得叫我兄弟跌倒 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食物 若叫我的兄弟跌倒 我就永远不吃肉 免得叫我兄弟跌倒 什么叫做我永远不吃肉 不吃肉就是我吃素啊 对不对 这句经文什么意思 有很多意思 很多意思 但是绝对不是你吃猪肉的理由 经文说我就不吃肉 你就不要吃了 如果你真的扯不清楚 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你就不要吃肉 你吃素 简简单单 对不对 你扯不清楚嘛 对不对 教会里面经常纷争吃这 吃到哪些人吃 OK 不吃不吃肉 吃素 吃素的话再怎么样不会犯罪 对吧 吃肉的话 稍微哪里做的不好就犯罪了 对不对 所以说你这件经文 和吃猪肉没有任何关系 没法证明可以吃猪肉 反而是叫你不要吃肉 连接近的肉都不要吃了 的确有拉比这样做的 有些拉比 一个星期都不吃肉 就安息日吃一点肉 对吧 因为安息日是喜乐嘛 再怎么样 因为吃肉让人喜乐快乐 对不对 所以说一个星期可以坚持吃素 到了安息日 那么他其实就说 其实我也不想吃肉啊 对不对 但总要对得起安息日 对吧 安息日怎么样 弄一点小酒 弄点肉 对不对 对得起安息日 安息日是你的新娘 对得起你的新娘子 请问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婚 奸淫可以离婚 对吧 圣经写的很清楚 耶稣基督的裁定 这是最严格的裁定 奸淫 可以离婚 拉比的裁定是比较宽松的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保罗所说的不吃肉是吃猪肉吗 如果应该是可以吃猪肉 考虑到不死人跌倒不吃 可以这样理解吗 当然不能这样理解 一个简单的逻辑思维 简单的逻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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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这样吧 给你打个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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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学这个新约圣经 你学了这么几千年明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怎么样 只要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 对不对 OK 突然 来有一个天使 突然来一个天使 来到了人间 来到你的面前 你知道他是天使 给你行出各种神迹 对不对 接下来告诉你说 弟兄 告诉你一个奥秘 什么奥秘 你说 这个其实不用信耶稣也可以得救 对吧 你信我就行 肯定得救 不用信耶稣 甚至你 这个耶稣的名字 你不要 就不要提耶稣的名字 你就信我 我 我是一个天使 我是什么什么什么 我的名字叫这个 我的名字叫 叫叫张三 对吧 你信我就行了 肯定得救 然后你不信的话 我给你来点神迹吧 OK 你会信他吗 你当然不会信他 为什么 因为他不可能改变 他的神迹再大 对吧 他不可能改变 你信仰的根基 什么意思 保罗不可能改变 信仰的根基 信仰的根基 信仰的根基是Torah 如果保罗告诉你猪肉可以吃了 怎么样 你要用乱食把保罗给打死 为什么 因为他教导人犯罪 这个Torah 这个Torah里面写的很清楚的说 如果将来有人奉我的名 这在生命记 告诉你 引诱你 用各种神迹引诱你说 可以违背神的诫命了 怎么做 你要把他打死 对吧 基督徒 如果认为保罗改变了神的Torah 那么基督徒就应该把保罗打死 对吧 所以这是个矛盾 一方面 这个基督徒没有把保罗打死 所以说保罗没有改变神的律法 但偏偏基督徒又认为保罗改变了律法 你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这个逻辑讲不通啊 对不对 好 下面一个问题 拉比说 你的妻子把饭煮糊了可以修 所以说拉比的哈拉哈是比较宽松 当然 你没有人 把妻子修了是因为把饭给煮糊了 拉比的意思是 如果妻子能够把饭给你煮糊了 说明妻子 已经有了其他人了 这个意思 所以还是建议 下面一个问题 我实在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索多玛、尔美尔、尔摩拉 所受的比纳尘还容易呢 今天的以色列已经成为同性恋 同性合法的国家 现任以色列总检察长也是同性恋者 如今 特拉比成为同性恋之都 截止 截止 2019年 78%的以色列人 赞成同性恋 对吧 也有54%正统犹太人支持同性恋婚姻 全国10%同性恋 目前 目前以色列 似乎变成了 索多玛和尔摩拉 根据 根据 拉比的法 Mitzvot 的 Rabbana 甚至于 在正统犹太教中 不但同性恋者 也成为拉比 拉比也支持同性恋 果然 今天的以色列是否圣经预言中的国家 好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 以色列当然是神 亲手建立 对不对 1948年 以色列建国很显然是神建立的 那你说啊 那不是有同性恋吗 那同性恋到处都有 对不对 全世界都有同性恋 那这个世界是不是神建立 当然是神建立的 对吧 你说啊 对不对 你说这个 这个世界那么的恶 那么多的邪恶 这个世界是不是神建立的 这个世界当然是神建立的 连撒旦都是神创造的 对吧 你以色列有同性恋又怎么样 你并不能够 因为有同性恋而说 以色列不是神建的国 对不对 这个犯罪的人多了 同性恋 同性恋 吸毒 杀人 奸淫 这都是罪啊 对不对 那又怎么样 对吧 人类这么这么几千年 不就是个罪人吗 对不对 因为人类 因为人类这么几千年犯罪 难道 人就不是神造的 恰恰证明了 人是神造的 恰恰证明了 人有自由选择 恰恰证明了 那以色列是神建立的国 你说啊 那么多的缺陷 不错 神的器皿 充满了缺陷 对吧 对吧 难道你有其他的方法吗 对不对 在今天的这个世界 对不对 最好的 在今天的这个世界 这已经是最好的了 如果你看不惯 说明是对的 我们不应该 看惯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 我们的国家 全人类都在犯罪 看不惯是对的 但是并不意味着 这不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 这一切 都是神的计划 以色列的建国 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 他的最终的目的 是领入 弥赛亚的王国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的以色列 是领入 弥赛亚的国 的一个序幕 所以说 今天的以色列 是圣经预言的实现 好 那么今天就是我们分享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 散会的 散会的祷告 我们做一个了 的一个科学 是在更多的 我们做一个修理的 所有的社区 我们做一个 是这样的